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声处有没有正的知见 正的见底 包括对善恶 自己有正的绝照力 有那个绝照力 你反正知道我这一点是做错了 他说你一定要知道是错的 这样就成不了道的 就OK了 不过你做错了你都不知道 这个很可怕的 这个东西能够导致善恶到 堕入地狱你都不知道 但是知道我做了这件事 我可能是一个恶业的因 可能导致我收获恶果 甚至堕入地狱 你两秒分明那就没问题 掉地狱再就掉地狱 那不就是瘦吧 瘦惹人家地狱那么多人 都惹过来了 他每天接触那些人 心里很烦 他一在那里面前 就像魔王一样的 我要这个 对他 他觉得我付了钱 你是服务我的 应该是这样 但是你就不要想 你是个服务员 我就是为你服务的 直接坐在那说 OK 我为你服务 为什么你不怕 那就开心每一天 来了魔王 我为你服务 天人我为你服务 你挑剔吗 好挑剔 为什么我的裙子不白了 你给我洗白 为什么还有这种 又窄 所有的服务 最后他还瞧 都是几单的 就说对不起 我只能服务到次 你去告我去 没问题了 都有这种骨气 我已经做到最好 然后直接自己 学校领导打报告 那个客人 我做了所有的事情 他还在敲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 我先跟领导说一声 一会他会来告我做 我都经常会说 就是这样的 搞不定吗 你去魔道 魔道就是要求太多 然后我就说 对不起 去释迦牟尼佛 告我去吧 去佛祖来告我去吧 没问题 所有的英国我担 我伺候不了 有时候他生气 你生气就是你错了 这个人太猖狂了 那我就不应该给你了 那我就不给你了 那我就不给你了 然后呢 吃杯 吃杯 吃杯到底线的时候 忍无可忍的时候 再忍一分钟 两分钟 那两分钟都忍了 他还不行的话 那这个人就是得冲进尺了 好 OK 你我原地 你要再打扰我 嗯 OK啊 你有底线了 你可以无礼 你可以愚蠢 你可以 下脸 你可以做任何东西 但是忠重是第一位 你要忠重 我可以为你服务 我今天在这做服务生 我是个 冰管的 我服务生 你付费了 我可以全方位为你服务 没问题 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 但是如果我尽了全力 你都不满意 那没问题 那你太巧妻 你直接告诉我 我伺候不了你 我伺候不了你 我真伺候不了坏的问题 是 或者是 你觉得 对领导说了 领导肯定 K你 而且不会跟你说话的时候 忍住 吧 因为你还想要这份工作 那就没办法了 那就流利吧 坐在墙角落鼻子吧 哭爱自己去玩一下就算了 哎呀 反正今天就找遇到鬼了 哈哈 不就这样吧 老师真的 拜扶 不是 就那样吧 那怎么样 有时候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丁头 不就那样吗 就是 你在人家屋檐下 人家老板说 客人所有的要求 不管怎么样 你也不能给客人 吵架 顶标 你也不能耍脾气 那没办法 那就是 遇到蛮叼赞的客人 人家骂你 实在忍不住 这里 流利呗 然后坐在那儿 对不起呗 不断地陪你盗窃呗 你没知道就是 修忍辱呗 就是那样 然后呢 他空我空人 那个视野空坐在那儿 捏警告警呗 对呀 虽然做不到 你也呗 捏捏捏捏就做到了 是吧 偏偏都在忍辱 你是非太风明 嗯 不过你心地买善良的 偶然 裂点狭义心肠 裂点自非心 然后呢 平等地 十倍地看着所有走进那个店的客人 像如来一样 这样看 普攻普通 然后 就 虽然你没人家高 都是老牌 那么高 但是你想像你是这样扶持他的 哈哈哈 没问题的 你内心如果是爱着每一个人的 没有人讨厌你 他只会讨厌你 是吧 就算他太刁转 你心里是爱他的 他刁转 你看 你微笑着 因为你爱他的 你的眼神就能表达出来 你的眼神 你的身体 语言 你的自己 就像一个妈妈站在那儿 他怎么能 他怎么样了 他哪天打过不过就打一会儿 他站起来最后也就这样 哈哈哈 他能怎么样呢 对爱来说 哼 那怎么样呢 一个人可以跟恨他的人交调 他对爱来说那怎么样 嗯 对吧 你心里边你爱着 你不讨厌他 他就再奶缠 你不讨厌他 你就觉得 你看你 你也不累 你也不累 怎么 我说我有真心 有啊有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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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头无量 哈哈哈 哈哈哈 好啊继续啊 澳门的场比较 那是赌场啊 那是赌场啊 住身在那个赌场 有时候魔性更重一点 因为他会激发出 他那个输赢啊 那种杀不下那种心 我就感觉关口啊 所以在那儿 你更容易修炼啊 对对对 然后呢 你要解脱更厉害啊 哈哈哈 我就说了 在那儿去 在那儿去 用你的慈悲 用你的正能量去 杜脱他 哈哈哈 好 我就觉得那个关口的 那个过关的地方 一旦盖了个村 就感觉那个人身上 就盖了个魔王的脏 哈哈哈 哈哈哈 是吗 你千万别找魔像 众生啊 众生啊 千万别 一进澳门魔影冲冲 哈哈哈 哈哈哈 心中有魔 切下才有魔 你在这个世界 就算你很厉害 你也不可能 把所有的邪恶去消灭掉 是 这有一些人 就是他 就是说谎啊 就是把事情描述得很夸张啊 你知道鬼吗 鬼迹多端你知道吗 哈哈哈 我们是有六道之心的 他只不过是那一道的习气 冒出来了吧 在某一个阶段 他突然那一道的习气 比较严重 你就看着他 没笑吧 因为他 他那样是因为你知道吗 他可能最近受骗过 他很恐怖别人骗他 他越来越就压成了那种习气 他疑惑啊怀疑啊 其实每一道就是都蛮可怜的 就是有时候实在是他太饿了 可怜 你可怜都可怜不过他了 但是呢 你也知道他 他不会无缘无故变得这样的 只是说 哎呀你能承受他多久了 就是说你觉得你能承受就承受 承受不了就算了 你自己就一边两块去 哈哈哈 找个地方 看他 嗯 就不需要嘛 你自己会受伤他住啊 慈悲 对慈悲才不受伤 慈悲他 慈悲他 就觉得他不容易 嗯 因为他走过了 不容易 甚至这一世 甚至上一世 他可能 经历了很多的苦难 才走 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所以他不容易 然后你就庆幸 同样为人 为什么我这么幸运呢 哈哈哈哈 我这个迷受那种苦难 我没变得那么多疑 我没变得那么虚伪 我没变得那么丑陋 我没变得那么去撒谎 或者说 为什么我没有呢 因为我没受那么多苦难 或者我在受苦难的时候 我有佛之间 正之间 哎 或者是我有赛 一有身边有赛的朋友 他提醒了我 让我感觉到这个世界还有爱 还有温暖 是不是 所以我没有变成他那样 我现在还是正常坐在这 然后你要感恩知道吧 我们可以做到很高等级的 知道吧 这就高等级 必不是说你一下子变得 就像个国王 或者那么高 是在你的心性上 你可以活成一个很伟大的人 很伟大的 活成一个大菩萨 或者像官司 像文书 就是说 必不是说这些人有多高 是他们的品质 我们的心灵 可以美到那个层面 就很美 为什么我会要要造自己变得丑陋呢 为什么要像他们一样呢 你知道那种美 并不是说要别人看的是 那种美本身自己就受益了 你自己就觉得这个世界哪儿都开花 因为你内在的那种美 你就会很轻松的 轻松的行走在任何一个维度 选择你的生活境界 这个世界永远有邪恶 选择你的生活境界 你准备活成什么样的人 蛮重要的 那慢慢会有 邪恶也会有 批骗也会有 谎言也会有 丑陋也会有 什么你都可能遇到 你准备活成什么样的人 跟他们一样吗 还是好 不一样 你就有超越这一切的能力 你如果不能超越这一切 你死在里面去了 因为你着想 你又自己活成那样 你不死定了 人家饿 你着想 你说哎呀 怎么这么饿的 然后自己又饿不到那个程度 又跟人家抗合不了 你 你不能比人家更饿 自己心里又纠结 难受觉得受气 好 你死定了 好 你饿 我不会那样做 我也不跟你一般解释 我饿不成你那样嘛 人家老虎吃人 你总不能也去吃人吧 你说人家要勾咬你一口 你总不能分不了勾咬一口 这是怎样 下不了嘴嘛 所以变不成那样 就不要扁 没问题的 做你的圣人 做你的就是超越一切的那个状态就行 既然我们有一颗善良的心 那就变成慈悲吧 就更大更宽广的爱嘛 让自己活得开心一点 就是那样 其实只是我们走不出来 不是因为外面多了 是自己内心里边有抱怨 有称赫 为什么他们会伤害我呢 为什么他们会对我不好呢 为什么我这么优秀 他们还是瞧不起我呢 为什么 为什么这些人借力忘义 为什么这些人如此势力 为什么这些人如此行 你心里有好多好多 为什么 凭什么 我付出了 他们还不回报 等等等等 我付出这么多 他们从来不敢 一点点等等 你心里有 所有的这些怨气 然后你就变成一个 真的就纠结的人 其实我们的不幸福不快乐 就是这些导致的 但是你忘了 其实你 你所做的每一件事 每一件事 其实在你没有完全无我之前 你每一件事 也是你那个智慧 你的选择 其实每一件事 你都是想要自己活得更好 你也不过就是做了一些 想要自己活得更好的事情而已 虽然你那些 你觉得你付出了 但是那个付出里边 有你自己的欲望在里边 其实在你没解脱以前 你的自我在那里 你好像你付出了 有付出这一念 那就是你的自我 真正我们的本来面目是如来嘛 如来连付出也没有 从来没有付出这回事 如来只做自己该做的事 他没有什么付出 所以不需要你感恩啊 但是如来才是我们本来的东西啊 就是你本来就是佛 你其他的不是啊 你说你能做成众生 你能吗 那是个幻境 众生是假的 不真实的 如果天魔 那是个幻境 天魔是一个假象 时空幻境 就会这样的 你一定会把他想起来 就会把他想起来 就会把他想起来 他们的好处 就会把他想起来 好处 就会把他想起来 但是就会把他想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